他在這裡講到 調色於三次 心於盡明定 就是修訂前要準備什麼 然後怎麼樣才叫做定 見離於分別 苦樂次第盡 修訂有什麼功德 有什麼作用 說到修習禪定的方法 不外乎調色身心 就簡單來講 其實就是 身心處在一種平衡的狀態 那一般來講 就叫做 其實佛法的修行就是 修訂就是專注親民 其實就是這樣 專注就不散亂 親民就不灰塵 調是調斧 調柔 人心如榮栗的列馬 不堪駕馭 榮栗就是剛強 剛強 難調 難撫 又如惡性的牛 到處践踏而下 必須加以一番 調戀降斧的功夫 使心能服貼溫柔 隨自己的意願而轉 所謂古來 這個古來基本上 導師很可能指的是儀教經 但是經文裡面 雜喊裡面 中阿喊 長阿 雜喊 真意阿喊 中阿喊裡面 都有講到 佛陀用這個馬跟牛的比例 來告訴大家怎麼修行 怎麼調心 都有這個比例 不過依導師這個來說 前面講的 如惡性牛 到處践踏何駕 那榮栗的惡馬不堪駕馭 比較像儀教經裡面的 儀教經裡面講 說儒等比丘 以能駐戒 就是前面講 基人在之中 儒等比丘 當治五根 就沿著彼舌身 戊令放義 戊以五義 那麼五根 五根 所對的境界 就是五成 就射身相慰出 沿著彼舌身 對射身相慰出 所以你要放 你要 你要克制這個感官 五根就是感官嘛 不要去追求 盲目的追求 這些刺激 五義的享樂 譬如牧牛之人 執障四肢 不另重 就好像牧牛的人 拿著棍子 看好的你的牛 如果你沒有看好 他看到隔壁人家剛種的這些央苗 他看到綠的 他就要吃了 就把人家辛谷種的央苗都吃了 進去把人家那個地踏了 人家央苗剛種而已 或是剛要成熟而已 所以要拿這個杖 看顧好 不讓他放縱放義 那犯人苗叫去傷害別人的 這一些 這一些莊家 苗 苗木 跟這個莊家 一如惡馬不以配之 就好像這個野馬惡馬 惡馬就榮利的獵馬 那如果你沒有 你沒有用那個配 就是用那個馬鞍 或是這種東西 就是把可以控制馬的這一種 那來 用這個馬鞍來安在他這個馬身上 你就沒有辦法怎麼樣 沒有辦法駕馭他 你沒辦法騎這個馬 所以你如果沒有配 去用這個馬鞍去控制他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駕馭 那所以必須要用這個馬鞍 用那個木杖看這個牛 用那個馬鞍調伏這個馬 如果沒有 那麼牛就會去犯人苗叫 你的心像牛一樣 回去傷害別人 你的心像馬一樣 會讓你墮入惡道 陷於懇趕 招惡約一樣 那所以導師講 前面講的跟後面講的 比較起來 就是在講這個 比較輕的 所以古來到底是哪裡來的 基本上應該是宜教堅 大家其他阿癌菌裡面也提到 阿癌菌裡面有些是雜癌 真的阿癌就有一部堅 叫做放牛堅 專門在講怎麼放牛 怎麼放牛 這個牛你要怎麼養 然後才會變好 那就講到牧牛十一法 然後講到一個修行人 比修十一法 你到底要怎麼修才能成就 另外又有講到馬 調馬 這個馬要怎麼調 就講有八種比修來比喻八種馬 那前面也有 另外也有用四種馬來比喻四種人 也有的 比喻四種修行人 所以用這個馬 用這個牛來做比喻 都有的 不過導師這裡的古來 應該指的就是宜教堅 因為他前面講的 這個馬不堪駕馭 宜教堅是說要 不堪駕馭所以要用馬鞍 在調舞這個馬 這個牛他有野性 他有看到草就想要吃的衝動 所以你必須要拿著棍子 防護他 讓他知道你如果去 你如果不聽話你就挨打 那你會受苦 所以他就不會不敢到處 看到棍子不敢到處跑 就是你那個心要稍微調補 所以宜教堅就講這個 然後要治你的五根 然後你要知道這一切心是根本 所以要治心 講這個 好 那調 調又是調和 身體 呼吸 心念 都要調和到恰好 所以導師這裡講 調就有三種 調浮 調柔 跟調和 所以他說調 調色於三次 他在解釋這個調 調心跟色心 那調要調什麼 那調有三個意思 調浮 調柔 跟調和 這個是解釋調 那調只要有三件事 身體 呼吸 跟心念 後面會講 其實三件事就是哪三件 哪三件 調真 調喜 調心 就是三種 好 所以現在是兩道調 那調到恰好中道 勿死動亂 才能見入安定 色就是收色 心念集中 勿讓他散亂 調色的對象 整個調色的對象就是 身 喜 心 如小 子 關 等 說 那這裡有引用到小 子 關 小 子 關 他既然講小 子 關就有大 子 關 什麼是小 子 關 什麼是大 子 關 小 子 關 他的圓名 他說 休息 子 關 坐常 法要 我們講怎樣 智者大師有四本 子 關 強調 子 關 大概就是水草 智者大師開始強調的 所以天台就叫做 子 關 酸 美 教 關 酸 美 不是 子 關 酸 美 教 關 酸 美 有 教 有 關 他那個關裡面他特別強調 智者大師的禪定功夫很好 他禪定 然後他出來講課講到覺得散亂了 又進去修禪定 修完了又出來講課就這樣 他的禪定功夫很好 所以他寫了有四本 寫了四本有關禪定的書 第一本就是 我們講的休息 休息子 關 坐常 法要 這一本流通也蠻廣的 休息子 關 他寫了四本有關修訂的 那印度最有名的也有 是朱摩羅斯來的時候 不是朱摩羅斯 朱摩羅斯來的時候 也有帶一些修訂的書 修訂的很多以前就有翻了很多 然後就是怎麼修訂 所以這一些其實早期也都有翻過來 休息子 關 坐常 法要 又叫做同門子 關 剛開始修的時候修的 因為叫做小子關 所以叫做小子關 小子關當然是對大子關說的 那我們來講 這個其實是同一本書 所以老師講的這個小子關 簡單的都是小子關 其實就是原名是指這個 休息子關 坐常 法要 這個是別名 這個是本名 這個是別名 這個就是小名 這個是智者大師做的 智語 水草 智者大師做的 水草 水草的智語 至於就是我們說的智者大師 另外一本 這是第一本 還有另外一本 這個我們也常常會看到的 就是四草波羅蜜 另外一本 四草波羅蜜 這個也是教什麼修產店 那智波羅蜜 解釋智波羅蜜 很明顯就是大聖的 另外一本 另外有一本 叫做六廟門 六廟門 單單只是講關瘜 屬誰 子關 環境 六種 但是又講子關 也是講子關 那是從關瘜 開始說 第四本 就是講我們講的大職關 就是磨合職關 磨合就是大 所以小職關 大職關 那老師這裡是講到 他說如小職關等說 那一般是調身 調體 調心 就是小職關裡面 小職關裡面比較常見的就是講什麼 講二十五方便 修產前面有二十五方便 二十五方便裡面 他不只是調身 調起 調心 他調五四 比如說我們講一下 二十五方便 就是你要修產之前 那是一般沒有那麼多 什麼都具足 沒喝碼 這是我們先把這個講 就是說 基本上老師是引用到 所謂的小職關 調身 調起 調心 如小職關等說 就是很多經典裡面講 他特別指出小職關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小職關到底說了些什麼 就是修行職關 二十五方便 其實還蠻多的 不過我們大概了解一下 因為導師既然提到了 我們就來理解 小職關 他這裡重要是調身 調起 調心 那基本上 二十五方便 二十五方便 其實就是前方便 修訂的前方便 其實是這樣 二十 修訂的二十五方便 二十五方便 第一個 聚五元 聚五元裡面 因為 第一個 他就這樣跟你講 慈戒親近 慈戒親近 他是放在第一個 當然 當然要親近到什麼程度 這是一個問題 但是基本上要慈戒 第二個 要衣食聚足 當然要衣食聚足到什麼程度 也是一個問題 至少不會哀餓哀動 不會這樣 不然你怎麼修 但是少益之准是要的 你如果說要封衣足食 那你才能夠修 那反人修不了店 沒辦法 少益之准才能修店 但是他就是說 至少不要缺衣缺食 那你如果是一個禮拜都沒吃 餓得要死 你還能夠修殘店 沒辦法 做都做貴養 第三個 要閒居進觸 但是你要全部劇足 老實講也不容易 你要全部都劇足 但是最好可以 那也不要差太多這樣 閒居進觸 這個地方不能太吵 進觸基本上還包括說 味道 空氣要流通 然後不能太吵 不能太暗 不能太亮 不然你也要幫我修 你也能修 基本上是要有這樣的情形 這種進觸 阿蘭若酥 你太吵了 等一下這個人叫 等一下那個人叫 等一下這個聲音 那個聲音 等一下這個味道 那個味道 你沒辦法 比如說你如果 你如果在養雞場旁邊 你打坐也做不了 第一個很吵 雞一雞在叫 第二個很臭 那個味道 一受不了 沒辦法 你在菜市場旁邊 你也很難打坐 那公務好 當然十字街頭好做慘 那但是一般開始 沒有辦法在十字街頭做慘 人來人往 等一下不小心這個人碰到你 那個人已經碰到你 你哪裡能夠做 你沒辦法 所以他要挑地方 比如說如果在我們家 我們自己的家 第一個一定要 一定要這個空氣要流通 空氣不流通 你坐一坐 你會很淺 而且你會 其實會有副作用 不能太暖 不能太熱 然後空氣流通 然後這個 也不能太亮 也不能太暗 也像這樣 當然不能太吵 等一下這個人來找 等一下這個人來找 尤其打坐的時候 那個電話要關掉 等一下你坐到一半 忽然就亮起來 然後你會跳起來的 而且那個也會有後遺症 如果你嚇到 被嚇到之後 所以那個人要很注意 所以這種 閒居近處 然後 第四個就是 食租圓屋 不要事前太多 這個人來找那個人來找 等一下要辦這個事 等一下要辦那個事 那你 你這個做慘這種東西 要持續 你如果沒有持續 三天做 兩天做 沒辦法做不了慘 他要持續 好像練武功一樣 你每天練 你一個月練一次 你成不了什麼 也不慘 那要持續 他可以不用很長的時間 就是 基本上是三個固定 固定的方法 你不要一下子用這個方法 一下子用那個方法 一下子 一下子 要關呼吸 一下子要關肚子的起伏 反正 你不要換你換去 固定的方法 固定的地點 固定的時間 跟固定的方法 而且要固定做 每天做 那 如果有一天不行 那 那 就是 也不能常常這樣 偶爾還可以 但是你一定要 持續 固定的地點 固定的時間 跟固定的方法 三種固定 那就 就比較 會比較容易順一點 好 席周園 就是 雜事不要太多 雜事太多 你修不了兩天 你就 又不能修了 這樣不能成就了 因為 那個打坐 尤其是常修 都要長時間 等到你練成的時候 就不用那麼長 沒關係 一開始都要長時間了 然後 第五個就是 盡善之思 這個很重要 這個跟這個是最重要 那其他的就看一點 沒關係 盡量 這個是盡善之思 為什麼 因為你 你如果沒有 遇之三向路 遇之三山路 遇之三下路 虛問過來了 你 你必須要 有一個善之思 如果你不是 那你很可能會修錯 你的 你的長法 可能修錯 一修錯 你的觀念不對 那你會更麻煩 我們說的走我路 基本上是這樣 盡善之思 那這兩點是一定要 一定要 一定要 就是要持間 要盡善之思 那其他 衣食俱足 賢居俊促 習俱原物 盡量做到好 其實是這樣 那我們說過 那怎麼樣才要衣食俱足 其實是 其實是不會到挨餓的地步 不會到受動的地步 其實就是 還是要少去追 但是你要找到完全一個 符合的條件 那耶穌其實也不容易 所以大概大概可以 就可以了 那這個是聚五元 聚五元 第一個聚五元 那第二個 第二個他是講 喝五欲 就是你要先了解 五欲的觀念 心不懶得五欲 然後五欲就容易簡單 這色身膠胃醋 色身膠胃醋 你不懶得色身香味醋 這五欲 好 那顆五欲 那氣五蓋 氣五蓋 也比較簡單 這個是我們常常在說的 五蓋 那五蓋是指 浴灘 撐 浴灘撐 睡眠 調回宜 當然 你的餐廳還沒成就 你也不可能 你也不可能把這個斷掉 但是你就是 你不能直取 不能去追求這裡 浴灘撐 心裡面要這樣 浴灘撐 就是要調補了 睡眠調回宜 睡眠調回宜 好 第四個是 第四個就是我們主要要說的 調五四 調五四 這裡引用到小指觀裡面的 他調身調起調心 他說如小指觀等收 那小指觀怎麼說 這個就是我們主要講的 他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是調心 調心讓他 不誠不符 心不誠不符 那第二個調身 一般我們的次序是先調身 然後調喜 然後調心 是這樣 然後他講的是 第二個是調心 心不誠也不符 然後第二個調身 身不緩不急 第三個 調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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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誠不懶 調喜 調喜 第四个 除了这三个之外 还有两个 就是我们要想的 第五个就是调睡眠 调免 第四个调睡眠 第五个调饮食 最后调 那睡眠 不节不吃 也不是都不睡 也不是一直睡 调到刚刚好 不是睡到自然醒 睡到饱 那也不是都睡不饱 没有精神也不好 那调饮食 不饥不饱 也不是很饥饿的 肚子很饥饿的 那也不是吃得很饱 脏脏的 吃太饱也没办法做 太饿也没办法做 那这个是调五四 第五个就是行无法 第五个行无法 但是我们重点再讲 讲这个行调五四 行无法 无法就是五种 五种方法 无法是行调精进念巧慧一清 精进 第三个念 正念 第四个巧慧 第五个是行 第五个是行 巧慧 第五个是行 或巧慧 对 賢欲經見念巧威心 重點是在講這個 因為順便就寫出來讓大家知道 調五四 這個你們查都有了 所以他這裡講如小指官等說 小指官說的就多了 但是這裡主要是 這裡主要是三點 調三次 只要這樣講三次而已 調身 調情 調心 那身 基本上就是類似像這樣 你身體一定跟你的飲食水分有關係 狀況 身體狀況 那這是一種 但是一般講的調身 基本上是這個 包括調飲食水分在前面 你在打坐時候的身體狀態 那這是一個 第二個是身體的姿勢 一般都用七支做法 它是在調身裡面 一般講調身是這個 比如說你的做法 要做直 要做直 那什麼直呢 大家應該都學過 就是說它基本上有三種做法 一種叫做雙盤 一種叫做單盤 一種叫做上盤 那北傳的基本上 很多人都練雙盤 那南傳的基本上 單盤就多 或是上盤就可以 但是北傳的很習慣就是要練雙盤 但是雙盤一開始比較辛苦 但是你做習慣做好了 它確實做得比較久 比較穩 是怎樣 那南傳很少在做雙盤的 南傳的佛也沒有雙盤的 都是單盤 你看它佛上也都是單盤的 那基本上調身就是你的姿勢 在前面就是你的身體狀態 你不要 因為你如果睡不飽 你在那邊打坐就是那邊打瞌睡而已 其實你打坐就是打瞌睡 那所以你也不要睡不飽 那你不要吃太飽 就代表有昏塵 他太餓也不行 那一般講的調身 主要是身體的姿勢 身體的姿勢要做正 那身體的姿勢裡面主要就是 你要坐直 那你要坐直 基本上跟你的坐直有關係 那有一些人比較胖的話 他不容易 所以他後面要墊高一點 他比較 這裡比較容易直 然後他有一個重點就是你要放鬆 你不放鬆你硬的你沒有辦法 你很容易很辛苦 你做不久 那你姿勢做不對 你也做不久 你很容易這邊痛那邊痛 這邊痠那邊痠 那基本上都是要有蓋腳步比較好 因為你身體放鬆的時候那個毛細孔是開的 最好不要通風處就好 你不要坐在風口 你不要坐在風口 那你一般就是 一般比較適合的就是 他坐在靠牆壁 就是你的背是靠著牆壁的 你背不會受寒 那個風 那就是你靠 你不要完全靠牆壁 但是你稍微靠個 就是你背後是有一個臂擋住的 基本上是這樣 那光線明亮就是坐 這個是調身 這個是調身 就是你坐的姿勢 坐的身體狀態 第二個就是調息 就呼吸 呼吸要沉穩 就是要這個不浮不躁 就是這樣 也不快也不慢 就是順 呼吸要順 就慢慢 一般都是從觀呼吸 修 然後最後再調心 這個是他的一個 那這種很多人在教 禪法很多種 現在的禪法大概就分三種 南傳 北傳 藏傳 不太一樣 基本上圓女都一樣 然後道家跟佛家的不太一樣 但其實也差不多 真的是差不多 我以前修過大多天小說 也有一些經驗 有一些經驗 那這種其實禪法 它基本上就是 你透過專注 讓身心處於一種特殊的狀態 好 那越年輕修飾越容易 越年輕身體好 然後年輕越小越容易修 因為他單純 他在調心這一部分 他在調身 調洗 調心這一部分 不用費很多時間 那我們年紀大了 調身就不容易 不是這邊癢就那邊癢 不是這邊痛就那邊痛 然後那個心又想太多 事情太多 因為你經歷太多事情 所以你也不容易 因為那個身體 沉重 那呼吸又不容易調 反正就是這樣 大概到了四五十歲以上 身體狀況不好 調身 調洗這一部分 就很不容易了 那你會覺得不好的習慣 或習氣 那調心也不容易 所以越年輕是越好 但是年紀大 依然可以修 還是可以修 沒有不能修的 還是可以得定 因為你要先克服那種身體的障礙 就好像 比如說你要學英文 學外文 年紀越小越好學 那太小也不行 所以越年輕越容易學 但是年紀大也不是不能學 也是還是可以學 一樣可以成就 那定是大家都可以修的 但是越年輕修是越好 身體狀況之後修是最好的 身體不好的時候修就辛苦一點 因為你要先克服那種身體的障礙 或是你那一種累積的那一種心 那一種 那一種 就是調身調起調心這一部分 他會的力氣會大一點 但其實只要是有心都可以修 你有心要修 基本上都會成就 一定會成就 那不一定要雙盤 打坐不一定要雙盤 上盤都可以修 甚至你坐在椅子上都可以修 所以你小屁像這樣做 你沒有辦法打坐 你腳沒辦法盤那也沒關係 那你就坐著這樣修也可以 一樣是調身調起調性 那坐的時候一樣坐直 甚至躺下來也可以修 躺的時候一定一樣要調身 就是這個又握然後這樣 就是你一樣可以 躺下來一樣可以修 甚至在走路的時候一樣可以修 但是也是一樣要直 一樣是調身調起調心 一樣 因為禪不一定是 就是你修定不一定是坐著 所以有行住坐臥都可以修啊 走路的時候就要驚醒 行禪 那個也是可以修的 但是他比較不容易得電 可是他還是能修 一樣是調身調起調心 那坐著是比較容易得電 躺著也可以 躺著一樣可以喔 臥踩一樣是可以 行住坐臥都可以的喔 站著就直接站著也可以 但是坐著是比較好的啦 坐著是比較好的 第一個他比較不會累 躺著很容易容易修的人都睡著了 是這樣啊 而且你也比較可能會 知識要換 修不久就要換一下 因為他要破道 可是你坐著就不會 坐著就算是 那走當然就更不容易啦 但是你坐著你容易 所以基本上都叫做坐禪 坐著是比較容易修的 但不是只有坐著才能修 所以我們必須要知道 但不管你怎麼修 都不離開調身調起調心 那調身一定跟調飲食睡眠有關係 一定有關係 所以這個就把它變成五次 那基本上是三次 是從這樣的 好 所以他這裡講 現在老師在講 就怎麼樣調身 細節的講 當然這種書也很多啦 教你怎麼樣 教你怎麼樣修止觀的這些 他說身體要平穩正直 舒適安和 那其實就是 就是你要怎麼舒適安和 就是飲食睡眠方面 你吃點心要調過了 不然你吃太飽 吃太餓 你怎麼舒適 怎麼安和 沒辦法 那重點是你坐的時候要坐直 那你可以先觀想 就是從這個頭頂到這個屁股這邊 它是一條線 那你坐直的時候 它會有一種現象 就是那個氣會動 然後你沒有直 稍微不直的地方 要先放鬆 稍微不直的地方 它會 它慢慢讓你直起來 就是讓你直 但是你如果做姿勢不對 久了會成傷害 會有傷害 方法不對也會有傷害 這種傷害性有時候很殘久 所以要小心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一傷害起來 就很久很久 你要調很久才調得回來 那不得隨便動搖 就是你一開始要動 一開始要先動一下 先動一下 然後就好像 就暖身 動一下 動完了就 調到剛剛好 舒適就不要動了 就不要動了 隨便動搖 那有一些修一修 它有所謂的靈動 有些會這樣 要靈動 那個要注意 它有一些 一般靈動自己知道 那如果你一打坐就會靈動 那可能你的方法不對 這個時候你就不要一直做 你就起來不要做了 因為你做就會動 靈動 那個靈動有可能是身體的因素 有可能是外力的因素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假設一直會靈動 你方法沒辦法調補 那先不要做 就先不要做 那試用其他的方法 因為這個明顯 靈動 也不一定是好 不一定是不好 但是你沒有處理好 它就變成不好 基本上是這樣 有時候剛剛只是身體上的動而已 但是有些是心 高感或是心的一種情況 那有些是夜 不太一樣 那他說不使身體有緊張積壓的感覺 其實就是放鬆 其實放鬆很重要 你沒有放鬆你做不久 你沒有放鬆你那個緊繃你做不久 也不容易 也不容易 所以調身基本上就是這幾步 就調身 然後閉目 閉口 舌底善惡 閉口是一定要閉口 閉目是不一定 一般是這樣 你不可以 一般是你如果昏沉重的話 你眼睛要張開 昏沉重 眼睛要張開 因為你你就昏沉要睡了 你還閉目一下就睡了 如果你昏沉重 你眼睛要張開 如果你散亂心中 你眼睛要閉起來 因為你散亂你就是攀遠 你看這個看那個心想這個想那個 所以你眼睛就閉起來 比較不會不會多想 所以要看這個要隨時調的 但平常的時候 一開始就是三分目 也不完全閉也不完全開 就三分目 稍微看到 稍微三分 開三分 就看到前面這樣 也不看 因為你完全閉起來很容易會講 如果你試試看就知道 但有些人也不會 所以他也不一定是閉目 但有些人一開始就是閉目 一開始 剛開始做的時候 那個時候心還沒沉下來 所以先閉目讓心沉下來 就是如果你閉目閉到最後 要分層了 你眼睛要張開 稍微張開 再分層要真的大一點 它其實要調的 這基本上就是三分目 基本上就是三分目 不完全閉不完全開 是這樣 不過導師這裡講閉目是可能就是 一般人一開始的修法 那舌底喪惡 為什麼要舌底喪惡呢 因為火水不會一直流 流到滿了你就吞 不會 你舌底喪惡 那個火水痴痛會流到煙喉底下 不然你慢慢慢慢 你那火水會一直累積 它會一直往下 舌底喪惡 那不可以用力 就是放鬆 你不可以很緊繃這樣 那這個是調身 調身 那當然我們說過 那環境也要注意一下 環境啊 光線 空氣要流通 你光氣不流通 悶著 那個溫層 那不好 那光線也要柔和 太暗也不好 太亮也不行 比如說像如果這樣 是稍微亮一點 那你要稍微暗暗的燈 那不要全暗 不要全暗 就稍微 那那個光線 也不要太亮 也不要太暗 那這個是調身的部分 那還有一個就是 你要打坐之前 你要稍微 身體要先讓它柔軟一下 不然你直接做 比如說你身體沒有先做伸展 那另外 打坐的時候 因為毛孔都 放鬆的時候毛孔都會開 所以基本上 它有些人保護比較好一點的話 就是 第一個 有蓋這個肩膀 但是一般沒有沒關係 主要是蓋這個腳 膝蓋這裡 因為你盤腿嘛 就像你當盤也一樣 就是稍微蓋 有一個蓋頂部蓋著的 讓這個膝蓋不受寒 那以後不會受傷 然後做完的時候 不管你做多久 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基本上一開始做多半個小時 後來慢慢漸漸增多 因為你做到好 基本上都可以做兩個小時 沒有問題 一般人做一個小時也還可以 那要起來的時候 一定要慢慢起來 你不可以忽然起來 絕對不行的 那也很容易受傷 那慢慢起來 慢慢咬 慢慢起來 那告訴自己要起來 先知道要起來 然後慢慢起來 那有一些是 你自己在家裡做 就沒有人提醒你 你大家一起做 他就有 他就有開鏡啊 引鏡啊 或目魚 你就知道 你在家沒有自己做 你就自己知道 我要起來 或是你設定一個小小的那種小聲音 你不要太大聲不行 就你慢慢起來 或是你時間到了 你自己起來 就慢慢咬 慢慢咬 慢慢咬 然後慢慢慢慢 然後還要再說 你要做之前 你要手腳都要舒展 身體要稍微用 做完的時候也要 這樣比較不會受傷 一定要這樣 這個是比較詳細的 就是你這樣比較不會受傷 那起來要慢慢起來 因為你那個時候 是處在一種 一種靜止狀態 那你現在要動的時候 你要慢慢慢慢 也是要緩的 好 所以那再來是調洗 洗就是呼吸啊 洗就是出入洗嘛 要使之漸細漸長 就是慢慢要越來越細 越來越長 你不可以急促 急促就沒辦法 你不可以太粗 那不可以有聲 也不可以動醒 事有事無 但也要見習而成 不可過緊 那 但是這個要注意 調洗要注意 不可以變成控制呼吸 如果現在變成控制呼吸了 不是 你要水 你要自然 重點 身體要放鬆 出入洗要自然 這個是 這個是重要 重點 就是身體是處在一種放鬆的狀態 但是出入洗是一種 你不是控制它的 你不是故意控制它的 不是 這樣不對 所以這個調洗 要漸漸漸漸 剛開始粗 慢慢慢慢做久 越來越細 越來越細 剛開始很短 越來越粗 越來越粗 越來越長 越來越長 你不是刻意控制它的 你沒有控制呼吸 它是自然而然這樣的 第三個就調心 調心就是你的所緣 你一定要有一個所緣 那你的所緣如果是關呼吸的話 那關呼吸又有三種 一種是關出洗 一種是關入洗 一種是關洗接近這個點 反正也有好幾種 但是一般只要是這三種 那你如果關呼吸 關出洗入洗 你關不來的話 那你就先數洗 數一到十 或一到九 一到八 一到七 不可以少於七 不可以多於十 就這樣數 那如果你可以不用數 你直接關就好 那如果你關不來 那你先數 守原就是數字 是數字加這個 數字加這個洗 初洗 數初洗就不要數入洗 數入洗就不要數初洗 但是關入洗的話 就沒有初入洗的問題 你就是初洗的時候知道初洗 初洗長知道初洗長 入洗長知道入洗長 初洗短知道初洗短 入洗短知道入洗短 你只知道就好 你同時要關出入洗 但是如果數洗的話就不行 數初洗就不要數入洗 數入洗就不要數初洗 是不一樣的 這個我們要知道 這個就是心細念所緣 你所緣 你看你原因是什麼 如果你是關東西 那你就是關 你的所緣就是初入洗 如果是你的屬洗 那就不是 就只是初洗一 初洗二 初洗三 就不一樣 好 那如果你的所緣是 是這個點 就是呼吸進入了這個點 那你就 你就觀察這個點的那種觸覺 隨時入時出 看你的所緣 那一般就是關呼吸 一般正常的 就常用的就是 初洗長 初洗短 入洗長 入洗短 你都清楚 你的圓就圓在那裡 然後不散亂 不分層 不調局 心意集中 而能平正 自然安定 這個都是形容詞 你呼吸收 你慢慢慢慢 你就會知道 平穩安定 自然 平穩安定自然 那麼三者有相互關係 就是心意集中 然後自平正 而能平正 然後自然安定 那三者是身 息 心 調身 調洗 調心 互相影響 以心為主 在身體正常的安靜中 心 息 相依 而漸漸達到定靜 其實是這樣 那這個要 實際上要透過正常的操作 比如說 我們實際上來操作 那才會知道 那這種書很多 而且寫得很詳細 比如說像六廟門 南傳的也很多 那這個我們偶爾可以拿來看 然後看怎麼樣依之修氣是可以的 但是你即使拿著書 要記得 你即使依著書自己修 你還是要有一個禪師 有一個修過的人 你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去問 因為修訂的境界裡面 第一個 你要先知道方法 醫書修當然可以照正確 但是有時候有些境界你不知道 一有境界你需要去問 所以餐禪很重視小餐 就是你有些什麼境界 或是你有些什麼瓶頸 那這個東西 有時候你沒有問 有時候你執著上了以後就很麻煩 就比較麻煩 所以餐禪一定要善知識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沒有善知識 你自己修 很可能會 很可能會走錯路 我以前也是看書自己修 修大多天小多天 不然有境界我會害怕 我會害怕 我不敢修 真的 我開始害怕 不然有些 他一旦有境界 你沒有辦法處理 你很麻煩 那這個是 你要參差 剛開始你可以拿著書本自己修 沒問題 但是修到一個層次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有禪師 或有過來人 你一定要有善知識 可以問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大家合掌合相 願於此功德 願於此功德 普及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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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於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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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